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這段採訪為大家請了歐洲的林聰博士 博士 你好 Lucy 你好 《看中國》的各位工作人員 還有各位觀眾 大家好 請你幫我們講講香港的疫情 現在疫情都是國籍 每一個國家關注的一個大的話題 香港裡面的抗疫的措施 香港政府不斷地加納 加納 加納 其實好像加納都搞不定 因為今天看到最新的確診的人數 已經到了一千三百多小時 在這麼長時間以來的第一次創新高 已經發了消息了 中共的國務院已經發了 就說現在中央那邊部署派人來香港 就幫忙抗疫 幫忙檢測 甚至當中央的態度 就是全力支持香港是動態清零 現在廣東省的醫療團隊就已經來了香港 也都會幫香港建方艙醫院火神三 中共說的就是一齊齊齊抗疫 對香港人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現在看到香港的抗疫其實就是越來越 那個情況 疫情就越來越嚴重 而看到現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做法 就好像究竟那些做法究竟對不對呢 我才看到很多香港市民現在在那裡吵 每個人都在那裡罵政府 其實在澳洲這邊都有這個疫情和抗疫措施 澳洲這裡其實那個疫情都很嚴重的 就是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確診數字 就是跟香港如果按照那些人口比例 其實都可以計算的這些 在澳洲這裡面對這些事情已經有人吵了 現在看回香港 香港這裡真是被人家叫什麼 又吵到飛起又罵到飛起 我才在澳洲 有個香港朋友 已經移民過來澳洲去了 早一陣子就回到香港 他最近幾天才跟我說 他說他在香港 他自己都中了招 然後他又 為什麼在澳洲回到香港呢 因為他有個媽媽 都上了年紀 好像差不多九十歲左右了 他去照顧一下他的老人家 他現在說他的媽媽又中了招 他家裡有個工人去照顧他的媽媽 然後又中了招 所以說他中了招之後 他就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的指示 然後就去醫院那些急症室 就去急症室求診 去到急症室 誰知道就被人家趕走 他說 你這個情況 你還是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等下 他就說 我現在怎麼回家呢 他說 你坐公共交通給他回去 他說 我中了招 如果我坐公共交通 不是將那些病菌傳播給其他人 所以他都在罵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為什麼呢 現在那些措施 搞得很混亂 很吵架 好像譬如說他媽媽在一個地方中了招 他不和他媽媽一起傳的 究竟他媽媽中了招 他又到底需不需要帶他去急症室 究竟怎樣處理呢 所以這裡看到那個香港特區政府的做法 處理這個疫情 真是沒有什麼經驗 但是其實呢 以前又經過那些沙士那些疫情 為什麼會現在手忙腳亂呢 澳洲這裡在這方面 澳洲沒有經歷過那些沙士那麼嚴重的疫情 但是現在處理呢 雖然都被人家說 但是澳洲都沒有說好像香港政府那樣處理到 真是雞手鴨腳 真是可以說雞手鴨腳的 在澳洲這裡就說 如果那些人是 但是其實呢 以前又經過那些沙士那些疫情 為什麼會現在手忙腳亂呢 澳洲這裡在這方面 澳洲沒有經歷過那些沙士那麼嚴重的疫情 但是現在處理呢 雖然都被人家說 但是澳洲都沒有說好像香港政府那樣處理 在這裏呢 真是雞手鴨腳 真是可以說雞手鴨腳的 在澳洲這裡就說 如果那些人是中了招 就是做過那些檢測啦 那政府就通知你說 你留在家裡 你不要出街 那如果是Delta那個病毒的時候呢 就說留在家裡大概兩個禮拜 最終三個禮拜 之後沒事就可以出街的了 就留在自己家裡 是家居隔離 那現在呢就減了 因為現在那個Omicron 那個病毒呢 就是比較輕微了的 輕微了呢 就在家裡隔離 一個禮拜就可以了 但是香港政府的處理手法呢 它不是家居隔離的 它是叫你去這個醫院的急症室 造成這個急症室人手呢 根本是非常短缺 就應付不了 那這裡也有人覺得 那些香港市民很多都在那裡吵 那我聽到有些朋友都在那裡說 喂 究竟政府是不是 故意去製造這個 令到這個醫院的急症室人手 就好像應付不來 就弄到一鍋譜這樣 然後呢就說 哎呀 在大陸那邊 大陸那邊又派一些醫護人員 在香港幫忙 這些令到很多人在那裡 有這樣的懷疑 還在那裡罵這個特區政府 喂 為什麼這樣搞的 那現在的形勢呢 講開香港那個醫護人員的短缺 因為我在澳洲這裡 我是太平紳士來的 我就可以幫一些人簽一些文件的 那我在這段時間呢 我接觸到很多香港來的新移民的 各式各樣的新移民都有 找我幫他們簽署一些文件的 那最近呢 多了一些是醫護人員 就是香港那邊的醫護人員 真是移了一門 走過來澳洲這裡 在這邊呢 就是希望有新的天地 在這邊如果找回醫護的工作就最好 其實澳洲這邊的醫護工作 都挺需要這方面的人手 那看到就說 在香港這裡 哇 越來越多年 醫護人員又走 教師又走 大家雞飛狗走 真是走爛這樣走 那看到就說 現在香港呢 那個情況呢 就是越來越令人 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了 是啊 Lucia 你看到這些東西 不知道就是香港 哇 現在香港很難去形容 究竟發生什麼事 現在很混亂啊 是不是 在統治之下 一百多年了 其實怎麼去管治好一個社會 由這個香港 由一個小漁村 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其實積累了很多豐富的經驗的 那只不過呢 現在就說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那他們自己本身呢 已經搞到烏煙瘴氣 真是烏煙瘴氣了 那麽林鄭月娥呢 就是為了她自己 就是這個權力 這樣繼續在那裏做 那其實現在真的 有些是叫什麼弄權 以前看回中國歷史 有些官在那裡弄權 那樣 那所以才搞到這個香港 烏煙瘴氣 好了 那現在大陸說 派這些醫護人員啊 或者一些 派多少人下來呢 其實這些 哇 是不是真的解決到問題呢 都是成為一個疑問啊 還是說 有些人質疑 那現在是不是越來越 就要在大陸派一些人下來呢 就是管理這個香港 直接去操控這個香港 佔領這個香港 就好像呢 這個北京 派多些人去新疆 那樣去用管治新疆的手法 去管治香港 大家都看到了 這段時間 真是有些本來的 有些什麼官呢 原本是去治理新疆的 那調了過來呢 就治理這個香港這邊 就是現在呢 這個北京中央那邊 就真是當了這個 去怎樣去搞好香港 去管治香港呢 就是當好似新疆那樣去做了 那所以呢 現在看回這些抗疫那些這樣的措施呢 喂 會不會呢 將這個香港呢 搞成一個集中營 好像一些新疆集中營呢 封街封區 其實都有些類似這樣的意味的 又搞到一些人在這裡排隊做檢測 排多少個小時這樣 所以呢我聽到那些人呢 我還有很多朋友啊 有親戚在香港的 哇他們真是媽媽的聲音 我今早才聽到 我的外父還有我的小子 在那個街上 我的小子呢 戴著一個口罩 因為戴著一個口罩去焗嘛 哎呀 輕輕拔一拔 休息一下而已 原來呢 旁邊就有警察 警察立刻拍照走出來 哎呀你脫下口罩罰五千 那我的外父呢 因為那些疫情影響呢 已經很少出街的了 那他們以前呢 就說很多就是做一下神運的 很喜歡的 那每天早上呢 就去附近一些公園 走一下做一下神運這樣 那跟那些街坊啊 那些老人家 大家聊聊聊天打一下招呼 那他已經不是天天出街的了 那他說就是 不是昨天啊 不是前天啊 就說 就是下一下街這樣 然後一看到有兩個街坊 那打他招呼 那三個人哦 立刻又被那些警察抓住 說他們犯了這個 又犯罪令哦 哇 就是聽起來都不知道什麼世界 最什麼離譜的話呢 原來有些警察呢 真是故意的 那看到三個老人家 打個招呼 聊聊天 然後呢就走過去抓住他們 然後呢就叫他們坐在公園 坐在那張椅子那裡 那張椅子當然已經攔住了 有些那些貼紙 不是有些什麼膠條 就是不讓人來坐 叫他們坐在那裡 然後那個警察呢 他們拍了一張照 拍了一張照 就說這個是證據 所以他們犯了這個犯罪令 喂 他們本來是站在那裡聊天的哦 是警察叫他們坐下的哦 那現在香港的警察呢 哇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然後呢就分明是誤人 這些誤人 這些誤人 然後是警察叫他們坐下拍了一張照 然後呢就誤一些老人家 每人就罰五千 還搞笑的呢 後來發現呢 那我這個外父和那個兒子呢 兩個都被警察這樣 其實真的是故意的 在那裡躲起來這樣 看著他們啊 然後呢就走出來 然後拍照 然後就開一張罰款單 每人五千塊 那我那個兒子看著 哇 咦 同一個警察 就抓這個兒子 又抓外父 同一個警察做的這件事 那所以說呢 你看法呢 哇 多離譜啊 就是說呢 有些警察呢 他們上班 他們來執行那個任務 他們的工作呢 原來專門呢 就是發這些罰款單 發罰款單 不是去管理你的治安哦 而且這些呢 分明是整股啦 你有什麼理由呢 看到老人家打一個招呼 然後就抓住他們 說他們犯了這個犯罪令 而是警察呢 叫他們坐下那張椅子 公園那張椅子 坐下然後拍照 喂 你這樣分明是誤一些老人家 這些做呈堂證據 那真的呢 老人家是很慘的 你五千元 五千元不是小事的 那你上到法庭怎麼說呢 沒得說的 那些照片就說證據 你不認呢 老人家怎麼懂得去求情 去跟法官去說 這些是警察誣他們的 老人家怎麼去說呢 說不定的 所以現在香港那個變化 實在太大了 現在就說北京中央說 是不是會派一些醫護人員 去香港幫忙這樣 其實除了醫護人員 有些大陸那些 治理新疆的官員 就落到香港 那些什麼公安國安 有幾多就不知道 是不是都是由大陸 到香港 有幾多 因為民間的傳說 都有些這樣的 大陸的公安 都不知道 從2019年已經去了香港 這樣 那看回這些 現在整個香港 就是 北京中央 當了這個香港 好像伸腳這樣 去管治 越來越嚴格的 這些所以現在看回 很多人走的就走的了 現在也看到好像 是不是北京中央 或者特區政府 都不管了 好像真的逼人走這樣 現在說那些 要打疫苗的證明 那些QR Code 那些東西 越來越多 這些就是 很多人都擔心 會不會追蹤 一個個人的身份 每個人的身份 他去過哪裏 怎麼樣 當然主要就是 去追看那些 異見人士 爭取民主的人 所以這些事情 都令到很多人 是非常之反感的 其實說回這些措施 在澳洲 都有類似的 澳洲的人都不接受這些事情的 都可以站出來說 反對政府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香港的做法 好像是非常之極端 都是為了那個統治 為了所謂的社會穩定 其實香港有沒有需要 搞到什麼風街 風區 其實越風就越混亂 現在我們在澳洲 我們澳洲其實兩年來 都試過每年有幾乎半年 在新州這裡 都封了幾乎半年 但是相對來說 都沒有香港這麼混亂 而且這個 其實現在就已經開始 越來越放鬆了 因為慢慢發覺 除了去年的Delta 那個病毒比較嚴重 那現在今年的Omicron 看起來其實跟一些感冒 重的感冒差不多 因為我有些朋友 包括我家人 我家人都有中招 我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有三個人都打了兩劑疫苗 兩針疫苗 後來都是中了一招 那種Omicron 但是都是過了幾天 這樣就康復了 我又認識的朋友 是沒有打針的 又是中了一招 中了一招 都是過幾天就康復了 其實現在真的很輕微 我自己就沒有打針的 一針都沒有打過 我就完全沒有被傳染 所以這件事 很搞笑的 究竟那些 打針又沒有用呢 是不是打針 真的可以預防到呢 這些我不敢說 不過以我自己的例子 我是一針都沒有打過 但是我家裡 我三個人中了一招 他們都打了齊針 都中了一招 反而他們沒有傳染給我 所以這些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跟別人說 如果那些支持打疫苗的 都跟我在這裡辯論的 不過這些 我不知道怎麼辯論 沒有了辯論 我只是講一下 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自己親身的例子 2019年之後 拍了一個女將軍之後 習近平出來說 他這些親自指揮 他認的 他說他親自指揮 這個科技的防疫抗疫 本來他可以不用什麼上身的 他自己就以為 都是領工 好大喜功 自己去領工 其實這個領工 不知道是好是壞 那些人就發現 其實會不會 這個習近平 中共中央 在幕後搞了什麼 這些有關病毒 這些各式各樣的評論都有的 我們不知道那個真正是怎麼樣 不過呢 在這段時間這兩年 我們都看到很多坊間 網上很多質疑 不要說只是中國大陸 北京這方面 我看澳洲 現在又說做這個檢測 核酸的檢測 或者是一些疫苗 很多時候都 即使在澳洲那些西方國家 都有人在這裏質疑 就說 喂 你這些這樣 不是益了一些那些 什麼藥物製造廠 做這個檢測 那些檢測 叫做核酸檢測 那些公司 或者一些疫苗研發的那些機構 是不是會益了他們 他們賺錢呢 這樣 在西方國家都被別人質疑 那何況呢 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大家一直都知道 中國大陸有一些醫療系統 那些什麼 其實不單止醫療系統 很多這些 或者藥物製造商 其實很多就涉及到 是不是那些貪污啊 究竟那些錢銀的問題 那在中國大陸 就說很多那些高官 那些高幹 他們自己 或者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子女 他們本身的親戚 很多呢 原來呢 都是從事一些 這些賺錢的行業 就是說他們利用他們自己的權力 然後呢 就從事一些賺錢 所以就說 你現在很難說 這些這樣的核酸檢測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真的在澳洲都被人家罵到爆的 在澳洲 都說有一點點不妥 就去排隊 在澳洲都排三個小時 我都試過我陪我老婆去排隊 排三個小時 那測了有時候 有些人沒有事這樣 但是沒有事 有些人呢 會不會排隊的過程之中呢 因為 打蛇餅很多 就是排長龍這樣 一個圈一個圈這樣 喂 會不會沒有事的那些人 就被一些 有事的那些人去傳檢了呢 所以後來呢 發覺這件事情 真的有這樣的疑問在這裡 有些人都 未必一定要去的 這樣 但是在香港 在大陸 現在真的是 逼一些人 你是不是這樣 就說 又要去做檢測這樣 這樣 真的不可能沒有事都變成有事 因為你真的打蛇餅這樣 去排長龍 排四五個小時 香港現在都排得很厲害 排五個小時這樣 你沒事都變成有事 還有好像我那個朋友 他在澳洲回到香港這樣 他就去這個醫院急証室 他就中了招 中了招 就再去看看究竟怎麼處理 根據政府的指示要去急証室 急証室就說你回家吧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你這樣 那回家叫他坐公共交通 那坐公共交通 坐巴士 坐地鐵 那又將他的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所以現在香港非常之混亂 但是這個非常之混亂 所以被人質疑 不怪得知這些人質疑 那你是不是政府 即是蓄意令這個病毒到處擴散 到處擴散 然後又叫人家檢測 又打針這樣 打這些疫苗 當然了 這個背後有一些藥物製造廠 他就賺大錢 那現在在澳洲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 就要做那些檢測 檢測了之後 那樣本就要等幾天 才能收到通知的 那些叫做PCR Test 那後來呢 現在最近就改了 可以做那些快速的檢測 叫做RAT Rapid Test 那很多人後來發覺 喂 原來這些檢測的這樣的工具 就是有一支棒 好像那些驗刃棒 有些近似的 發覺原來很多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變成一些人都在質疑 喂 究竟準不準確的這些 因為很多Made in China 那些質量 其實是很令人懷疑的 究竟準不準確的這樣 所以這些都令人救病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 原來澳洲現在做這些RAT Rapid Test 買的那些快速測試 原來很大批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Made in China 那你現在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本身也好 最賺錢是什麼呢 很多人是開不了工的 那些工廠也開不了工 寫字樓也做不了事情 那發現原來製造這些檢測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還有那些叫什麼 就是疫苗那些機構 他們就賺到盆滿撥滿 所以我看回這個新聞 其中有一個集團 靠這個核酸檢測 就賺了6700億人民幣 就說2020年大陸那個抗疫 產生的經濟效益 去到67兆人民幣 67兆人民幣 這真的是天文數字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計 變成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賺錢的手法做法 那這些行業 賺錢這些機構 在什麼人的手裡面 都不在老百姓的手裡面 是那些高官啊 高官子弟啊 在他們的親屬 親戚的手裡面 是他們才可以賺到這筆錢 他們賺了這筆錢 他們不知道他們多開心 到時候他們可以去美國 去哪裡 不過現在就開始 都未必讓他們去到的了 所以就說 其實現在這些 出現一兩個病例 就要整個地區 又要什麼封區啊 封樓啊 封條街啊 這樣 又迫那些人去做檢測 其實這些人說 其實是哪些後面 最拿到這個利益的 是什麼人呢 或者是什麼集團呢 是不是一些 既得利益的集團呢 這樣 所以這件事 令到很多人質疑 是的 Lucy 現在香港很混亂 好像說那些醫院 很多地方都爆滿了 所以不怪我那位朋友 回到香港都說 真的不行 現在香港爆到七彩 又去醫院又不行 醫院呢 就是這些醫護人員 又短缺啊 這樣 那 最近看到這個 什麼宗教場所 又關閉 這樣說 黃大仙那些 大鄉的小販 都說真的在香港倒閉 其實不只說這些小販 其實整個香港各行各業 就是影響都很大 真的整個香港 現在面臨那個處境 就是倒閉這樣 那 是的 那 Lucy 老師 是的 那怎麼看這個疫苗通人陣 能不能夠保障到個人的私隱的安全 就是其實檢測 就是核酸的檢測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評論 一些擔心 是拿個人的資料 就是見大數據 是拿個人的資料 其實很簡單 透過這些這樣的 新的儀器 這些這樣的QR code 這些東西 因為在澳洲 都被人質疑 澳洲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都令到很多人反感 所以就說 澳洲也是這樣 那你在香港 香港現在面對 就說一個比較 不是說真的這麼民主的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獨裁的 一個這樣的統治 手腕去統治 那你隨時就說 那些個人資料 究竟拿出來做什麼呢 可以檢測到 入過哪一間店 什麼時候進去這間店 做的 什麼時候在這間店 又去了另一間店 做過什麼都被人 如果要追查 就是可以追查得到的 那看一看 就說當局 都未必說 每個人都被這個政府去追查 當然是一些政府有興趣的目標人物 這樣才去追查你 看看你究竟去過什麼地方 這些懷疑呢 不是一個什麼空月來風 不是一個你自己幻想出來的 因為呢 其實說回我自己的經歷 最近我才去看一下 我的那些電郵和資料 我早在2003年 2003年 因為我經常發表了一些什麼文章 然後我就發電郵和電郵 就傳給朋友看 然後我就有一個CC copy 就發給我另一個電郵的帳 另外一個電子郵件的帳戶 因為我另一個電子郵件的帳戶 爆滿了 爆滿了 那個電郵就彈回頭 彈回頭 我看有什麼事呢 我就是發覺 彈回頭之後 喂 為什麼有那個電郵呢 顯示了 原來我BCC 就是不顯示出來的 本來是沒有顯示的 但是我彈回頭才有顯示 就BCC叫做 就去了有幾個莫名其妙 我從來都不認識的電郵件 電郵件的帳戶 我再查一下 那個電郵地址 原來是香港的律政司 香港律政司 這件事發生在2003年的 我最近才查一些資料 2003年已經這樣做了 你說現在透過這樣的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就是要你這樣 打了疫苗 有一個這樣的 我們開玩笑叫做鬥苗症 好像吃鬥苗 那些反疫苗的人叫做 好像你吃了鬥苗 你不是想吃這些鬥苗 被迫去吃這些鬥苗 那些叫做鬥苗症 同樣 連我的電郵都給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會BCC 去了香港律政司那裡 所以這些這樣現在的措施 香港所謂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呢 一方面就好像說防疫 一方面根本就是 拿你的個人的隨時 你去哪裡的資料 可以政府測得到 因為經過這個2019年的反送中 你香港政府這個特區政府 或者北京中央 真是想控制這個香港 他們叫做維護這個社會安定繁榮 他們知道香港數以百萬計的人 當年不是說幾多二百萬人 上街遊行示威這樣 真是令到北京中央都害怕的 那麼特區政府當然又想領工了 透過這些所謂的防疫措施 所以就去了解香港普通的市民 一舉一動 你去過哪裡去見過什麼人 去過哪一家店 去過哪一家店 去過哪一個屋邨 掌握這些一手資料 所以這些不奇怪的 連我呢 離開了香港這麼久 我離開了香港30年 我在澳洲這裡 我都發覺為什麼香港政府會在這裡 檢查我的電郵呢 我簡直呢 我那次發現這一宗 被人家Hack進去我的電子郵件的帳戶 我簡直不是說 我發信的 我發信給這個香港律政司這個部門 我發信給這個香港律政司的部門 我問他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的電郵呢 我不認識你 我又沒有發給你 但是為什麼呢 會去了你那裡 是不是你Hack進去我的電郵帳戶那裡 當然啦 他們回覆就說 不是啊 沒有什麼事 他說他都不清楚 他說不清楚 他說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律政司那些人 不清楚為什麼 無端端會 我的郵件走了去你那裡 他說也不知道的 現在可能很多網上 很多不明為力的客戶 他說不關他事 這些律政司的說法 信不信由你啊 這些 Lucy你信不信這些東西 我想很多朋友都未必信的 這樣就得一口笑 這些 Lucy不知道你聽過覺得怎麼樣 你信不信啊 Lucy 如果信不信不要緊 是看我們的觀眾朋友 他們信不信 香港人信不信 其實這段的採訪 你還有什麼補充 是呀 看到現在呢 香港那個措施 因為我都聽到 現在就說 那些人去買菜 很多人就說 就是買不到啊 或者是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情況 究竟是不是這樣 聽了一些香港的朋友說 真的都幾慘 現在香港那個生活 但是從這些看到 其實是對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一個考驗例的 就說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也好 或者其他的高官也好 他們究竟有沒有能力 真材實料 去管治好這個香港呢 那現在給別人看到 他們那個能力 真是非常之差的 林鄭月娥政府 她只是懂得去討好這個北京中央 討好上面 討好上頭啊 那跟那些人說 喂 現在是不是就要清零啊 或者是不給那些香港人出街 減少那些香港人出街呢 令到呢 可能未來七月 習近平會下來香港啊 那每年慶祝這個七一啊 七一 那習近平下來 這樣就要做好這些清零啊 管治好香港的措施啊 等沒有什麼人上街 那就最好了 那所以很多人就懷疑 懷疑這件事情這樣 那我再補充一下呢 就說在澳洲這裏呢 其實澳洲呢 有時候對於這些防疫的措施 都很多不滿的 最近這幾個星期呢 澳洲在各個大城市 都有一些人呢 就真的駕車駕駛七八個小時 就去澳洲首都坎培拉 去示威抗議 就認為呢 澳洲政府那些防疫措施啊 就是有些太過範這樣 就要求放寬這樣 那所以呢 就說 在澳洲都這樣 那何況現在呢 香港的情況呢 真的 我們覺得差過澳洲 差過西方社會 差得很厲害 現在澳洲也好 英國也好 大家都政府方面 已經開始放寬 放鬆這些防疫措施 那你在香港 哇 現在還越來越嚴格 越來越嚴謹這樣 那所以呢 就說 是不是搞到香港人 越來越不滿呢 究竟這個林鄭月娥政府 想香港人呢 是怎麼樣呢 這樣 是不是只是討好 這個北京中央就可以呢 所以現在真是搞不清楚的 真是搞不清楚的 我另外再想補充一件事呢 就是昨天到今天呢 在澳洲這裡 有一個反間諜的機構 在澳洲政府 叫Asio的一個情報機關 那都說 在那個負責人在那裡說 就說 原來近年這個澳洲的選舉呢 就受到外國勢力的滲透干涉 那其實呢 大家都深知肚明了 是什麼外國勢力的滲透干涉 那所以看到這些呢 從這個2019年武漢爆發那個肺炎 到現在兩年多 習近平他就說 親自指揮這個抗疫 那結果呢 發覺呢 原來很多這些中資機構 透過這些抗疫 是不是真的賺了大錢 賺了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啊 這些東西 不過都看回 在網上很多人質疑的 從這些抗疫防疫 去到這些 是不是滲透政治的滲透 這樣 那這個發展呢 都令到西方國家呢 就很注意 究竟現在北京中央 究竟它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呢 究竟是不是想說 透過這些防疫啊 抗疫啊 或者這個疫情 是不是去控制香港 或者控制這個 中國的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